T1的BP很灵活 第一把 感觉我们这边第一把 微博的BP感觉是 主要还是因为 塞纳塔姆这个点 我觉得1,2,3楼中伤也选得都特别好 但下楼到4,5楼感觉是没有什么 对 我也觉得就现在你看起来是 对线可能会劣势 打团基本上也不会很有用 对吧 站着他这个魂一定看到你的 也是细节现在 对 就两级 这样子Owner直接进来 你三线本来就被推 T1这盘打的 中伤都被推 打得太聪明了 这个老地方就是Owner 当时打他站也是这样搞的 对吧 就进来你也去啊 让你三线本来就打不过的时候 更连你看三条路全部被推 对 跟你逛一下 主要是这样子逛的话是 右边的中伤 T1的中伤 对面的中伤是先到的 对 对我们那个微博来说 还是比较吃亏 微博只能看一下 这第一把感觉有点崩啊 现在主要是微博的野区 啊 想平层吗 过不来啊 哇 不给机会 Juice直接推完先来野区帮他 想越中路啊 这不 一下 哇 小虎反应快 好 这不反应 好反应 这不还要反应过来了 对 哎 还行吧 但这样的话 微博只能 他只能保 他只能上去吧 应该是啊 他下来也没有东西啊 反正也没野怪 他只有一个下面核蟹 下路雪亮保持的还行 露点刀 而且我觉得 狐狸闪现还杰斯闪现 其实是对我们来说 对微博来说是比较亏的 因为杰斯六级桌 本来是其实有想先是可以扭一下 可以操作一下的 是的 但没想错 哎 这么想抓住了 有机会死 这么威威啊 漂亮 狐狸媚祸下来了 但是应该还是会死 还是会死 有声音猛冲 人都给他杰斯了 给杰斯 漂亮人头战了 完美 漂亮漂亮 但是微博还是想接啊 他这个 这样子没事爷爷 抓下中路吗 这里地亚塔吃完六级了 这波车 六了 这个兵 我刚看今天应该够的 辅助都六了 达手都还没六啊 那这样感觉接不了了 对啊 接不了呀 这样浪费时间 这波打起来更亏啊 对快要想先留 开始是卢西松 打倒 雷亚塔有大招 留在这个位置 哇吃了杰斯啊 他这是杰斯核一系 他应该是不想让杰斯打他 他这杰斯可能是 想吃杰斯 不然被雷亚塔打倒 我可能会打他 OK 但这波感觉 其实我觉得 你都要招闪先躲一下 雷亚塔的Q的 或者说 狐狸的一系列要躲一下 先锋跟那个人头全给了 这还是一个老问题啊 就是 杰斯 茂凯就弱了 这波 杰斯 杰斯 有机会 有机会 死了 死了 nice啊 这波 有闪现 但杰斯应该不能招闪 应该就死了 应该就死了 哇 nice啊 威威 这两波格就非常好 诶 这波 威威上来想抓一波 但是那个 被看见了 我觉得二达 二达想打吗 我以为这边 威威没闪现啊 我以为这个位置有闪现 我以为这个位置 要被秒 要被秒 塞纳还有 普通了个单子 杀了大招 来 这打很关键啊 我要赖他的大招 这里 威威还没有被秒掉 本来斩杀的 赖死了 杰斯省了个闪 他没有算到塞纳的大招 他也没有反应过来 这波 他有闪没反应过来 威博机还在表演 还有机会啊 他们这个选塞纳 塔姆是 就是下了就不打了 对吧 下了我就不打 用塞纳打 就有一个 千万有点断 有点挤了 中路也没打 肯定用大吧 打招也没打出来 这样的话 小龙前打招会好吗 狐狸 打到80秒 先锋打起来的话 其实威博是能打的 因为威博这个装备 现在右边 他下一个这个位置 下一个手闪现 要被打闪了 Keria过来 感觉这个必须招闪现 没有队友旁边 上一个不招闪 这样的话先锋可能会掉啊 不招闪 招闪的话有机会跑 因为我觉得这波这样的话 先锋又会掉啊 会掉会掉 他这里没有选择招闪 可能是 他觉得 死不了 但他没有想了 后面还有一个 对 他可能只看 第一线看到一个辅助 以为不会死 但是后面有个打野 我打起来 把大叔带过来了 大叔回去 有闪现 打断了 霞悟的锤 霞悟这个锤很关键 飞个下来 没听到 大叔往眼区走了 威卫跑了吗 威卫要送他了 这样子的话 霞悟先锋还能打 威博去这里 威卫要送他吗 在等时间 在等时间 对 在等时间 送他了 我至少五 好锤 打断了 那个瞎子的二段Q 对 而且 威卫这里自己 好像也 也Q到了 对 也Q到了 永恩少一个大 这不如果不开的话 永恩大招好了 再打的话 我觉得 微博 没有那么好接 毕竟 联纳塔这种团 打起来是比较厉害 这种位置 微博战士也破壳了 还想破壳一下 利用大叔 杰斯的优势 想破壳 但是技能命中率 其实不是很高 轻的 轻的Q 感觉永恩大招也好了呀 这样的话 微博也不敢主动动 这你其实T1也不太敢过来接 还是有点小心的 我觉得两边都不敢过来 有点 因为左边是有杰斯大叔 右边的话有联纳塔 两边都不敢先动 毕竟第三条龙血量是1万1 比较肉 就看谁的失误更多了 微博 这个位置 没有队友 二小孩没有队友 都知道了 微博有Q 死不了死不了 有 有塔姆在后面 青道 卡丽莎 卡丽莎 哇 左边 吓死了 左边塔姆 右边卡丽莎 飞克这个位置 打走了 这样的话 小龙感觉微博有了呀 有了有了 我们应该能打小龙 哇 这一波T1辅助的技能 空得很致命 对 微博没闪现 如果被拉到的话 挺危险的 没有队友在旁边的刚刚 哇 哇 这里为什么 莉莎塔能走到那个位置 但是T1还想打 对 还好这波卡丽莎 现在是空了 还松了 哇 这一脚 哇 小五 哎 飞克 闪现起空了 哇 小五跑了 刘吉祖有闪了 死不了 小龙有了 这里就是一卡 大了两个 这会儿的Line 可能会死吗 Line死了 我以为没闪现 正面了 我以为这个位置 应该走不掉了 等下来这个位置 啊 哎呦 宙斯 卧槽 一个人大了三个 我觉得小五那个位置 不应该给机会啊 是的 他那个位置 感觉要跟队友在一起 不应该给 哇 这么多的 哇 也有点崩 哪个龙死了三个 我觉得微博有点 刚才有点 他们是不是觉得是 右边不敢接 是因为小龙已经不要了 对吧 我觉得还是T1选手 进入状态太快的 他们这个阵容 每个人都在做事 然后微博机这里 就是每个人 都要很小心才行 这部小五感觉 是不应该在中路清兵线的呀 就是 他得在右边 跟塔木位置要同步 其实虽然这部 Q导的是塔木被Q导 但是这个位置 是小五自己要小心 其实最关键的 还是因为队友在吃小龙 然后你这里被开了的话 就会影响这部战局了 就是这部感觉是 T1是已经目标很明确 小龙不要了 对 对 小龙不要杀人 但是微博是一次场 做两个事情 小龙也要 但是中路线也不想放 是的 哇 这部感觉是给了人头 给的太多了呀 给了三个头 对呀 这里确实是 还是会拖进度的 小五还掉了个闪现 中路一塔 小龙跟上路一塔都掉了 这样的话 经济感觉是 这部 这部 已经是 哇 入合两千了 而且你看 永文这个发育 就是你完全感受不到 他是死了两次的 永文 哇 交闪了吧 古马 还不想交 没闪 他没闪 进化用 进化用了 一杀 来了 链子大招 有个富翁 这个位置不是 感觉微博记得太杀了 感觉杀不死啊 这个位置太急了 死不了 游戏还没到 大龙可能要掉 我以为这个位置倒了 游戏也要闪现 但这个位置 潮武应该走不掉了 潮武死了 然后这个位置 下一个有闪 没了 游戏过来 啊 Q到 没了 大龙要掉 大龙要掉 大龙应该是要掉了 这样 感觉微博选的这个阵容 还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点 他们想要打 为什么要选这种阵容啊 对呀 这个不是这样子开团的阵容啊 但其实说实话 卫博记也跟T1一样的风格 前期要干的 但是他们选了一个 相对来说保守一点的 萨娜塔姆 中上也选的真的没有毛病 下路主要选一个能打架的 他们这一盘 但其实这个BP来说 下路就选不到优势了 出去就是一套 就败血 他只能在塔下挂机 这样子 塔下 哎 但这个下路高地塔感觉 哇 高地塔都无视的 他有颇尖则 就硬拆 哇 这样子开吗 哎 哎 Owner Owner 哇 Owner这个位置啊 哇 好肉啊 这下子太肉了 等下一区爆弹了 太肉了 一点用都没有 等下一区正眠 这个时候JS又去带 哇 这 他还有个复活甲敢这样玩 点个纸 对 我记得你以前打比赛的时候也是那个 对 因为耳朵太痛了 有点顶不住 哇 这样的话小龙也是有了提问 大龙也想打吗 我觉得微博这波是看看 但大家说没有 大家出不来呀 他们 啊 没打没闪 这个大龙跟小龙就这样子放了的话 就要被运营掉了 我们现在没法出去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是 我觉得 就打一波 真的 真的点了 真的打一波 我觉得不要折磨了 这真的不能折磨 因为你有无敌吧 对吧 哎 Fake这样玩游戏的 哇 哎 这个 这个 我说实话上嘴脸了呀 Fake这个真上嘴脸了 Fake这个玩的 有点装 有点装 真的有点装 哇 正面 哇 哇 我杰尔斯 也在死了 哇 玩不了啊根本 杰尔斯 这永恩一个砍5克 杰尔斯 什么意思啊 我天呐 也死了呀 闪现过去 哇 差一刀 这永恩怎么玩啊 稍微跳 哇 存在率 这一把 我觉得还是这句话 他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微博是第一把自己选别对吧 他们可以选别 他们选的蓝色 微博就我们这边必须要 如果上海选蓝色吧 我就不能选个中山野 必须要留给下路位置 或者上 我觉得上单 德赛可以候选 就是不要先选剑魔对吧 对 因为对面玩剑魔 他玩蓝枪 这样子至少德赛能一个人牵扯 一刀两个人 然后能帮中下缓解压力 哇 这一盘就德赛选的剑魔 中下的 英雄选择 一定有一个人要吃亏 下路现在吃亏的话 看得出来是玩不了